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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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間交通事故是發生在今天下午3點多的時候 游入大貨車由台灣大道往市區的方向行駛慢車道 原因待查中 他是不明原因先撞到路邊的路樹 然後再撞到加油站的招牌 然後再右轉進來插撞到加油站的圍牆 導致車子稍微傾斜翻覆 貨車上的物品有掉落到地上來 消防大隊也有派消防車來這邊做一個澆水的動作 目前是九側子還在沖雪中 還帶釐清 至於造勢原因 我們也會在等駕駛有恢復意識之後 可以接受我們的筆錄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分析